水鸟树林 喧流阵法 深色相光 习真道念 重重无尽 自在无门 这诗 这底下有 我们把它念下去 全是圆明居德不可思议 具体是四肆无暗发解 我们就念到词 这是一报 水 是七宝池里面的八宫的水 鸟种类太多 世尊为我们介绍 不过是略举几种 我们世界有的 我们世界没有的 就不说了 说了我们也不懂 啊 树林 极乐树界树林 都是无量珍宝所成 啊 那个地方的珍宝 我们这个世界也有 像切宝 啊 金银 流利 麻脑 这些东西 我们也有 但是质量 不能跟人相比 我们这边这些 这些珍宝 其实是坚硬 西方世界这些珍宝 其质柔软 不相同啊 最妙的 是通通都 水流正法 水流的声音 你细心去听 他在说法 实际上 我们这个世间 水流的声音 是不是在说法 像在泼布 我们见到过 听到过 他也在说法 可惜 我们听不懂 我们的耳根 不利 鸟也在说法 花也在说法 深色相光 息增到你 大乘教里头 佛说苦 六成说法 色身相味 他统统都在说法 统统无尽 这句话的意思 很深很深 自在无碍 全是权体 是权势 所有这些现象 全是圆明 聚得 圆是圆满 明是光明 都是 从长极光 从大光明藏 出现的 啊 激光 还是圆满的 智慧 得相 用这三样呢 就包括 智慧 得 得能 相是相好 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现象 现象又分三大类 自然现象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无一不失 连敏据得了 不可思议 那我们就晓得 一夜法 所谓是一花一叶 一滴之水 用科学家的名词来讲 全宇宙的信息 都在其中 游调